好 繼續我們還要來掌握的是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前評委 召集人趙映光的兒子趙介佑 因為涉及擔任詐騙集團的車手 而且還犯毒品 一審判刑八年六個月徒刑 而高院考量趙南跟兩名詐欺案的 這個被害人有和解 所以各檢一個月的徒刑 其餘還可上訴 而另外是趙介佑在稍早有發文 簽字文的聲明 他說對於民進黨造成的傷害 至上萬分的歉意 同時也表示 有跟英系中常委黃成國 還有內政部前部長徐國勇 完全不熟 更點名立委何志偉 說你忘了你的選舉造勢 我找了多少的朋友去挺你 去幫你拉票 而你呢卻率先在立法院開記者會 凭空捏造說他們趙家很黑 他說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把他這些局外人全部都拉進去 扯進去 痛罵他是欠缺道德跟良心 這是剛才的最新消息 提供給您做參考囉 持續來掌握的是治安的問題 台南的88槍案子還沒破案 現在又有議員的服務處被開槍嗎 這個是民進黨一名議員的服務處 20號凌晨2樓的玻璃窗出現了原型的孔洞 懷秀被人開槍 而警方研判是沒有火藥的反應 洞口也比一般的鋼豬大很多 但因為25號就要進行政府議長的選舉了 時機點太過敏感 是在威脅恐嚇 還是有其他的理由嗎 就連當事人都說沒有跟別人結怨 或是任何的財務糾紛 11月10號凌晨 台南雪甲區議員服務處光電廠狂轟88槍 41天還沒完全破案 台南超過台中成為慶祭之都代名詞 才過一個月 竟然又傳出另一位議員 同心也沒有 然後蜘蛛網站也都沒有 二樓玻璃窗出現原型孔洞和放射裝裂痕 就在20號凌晨警報器大響 六甲區民進黨市議員吳通龍服務處 難道也被開槍了嗎 也沒有跟人家學院 替主要跟他打不住 我跟他背來背來 很確定的是排除槍擊 槍擊的刑案 但就在民進黨19號甲級動員 模擬議長投票後不到一天 20號就發生窗戶破損事件 雖然排除開槍 但距離25號議長選舉 只有五天兩者有關聯嗎 那外界的質疑是認為說 這個跟政府議長跑不掉 老實說這個議員人人思維 說實在 你說我不怕 我也真的蠻怕的 我不至於這麼想啦 局長跟我說我這樣是需要誰負 我也認為說我沒有必要啊 議長投票前敏感時機點 和現任議長友好議員服務處 窗戶破裂 警方調閱監視器 目前沒有查到可疑市政和人員 還在擴大整辦中 記者來觀察王書宏台南報導 好 現在台南有議員的服務處疑似被人槍擊 而這個時候又剛剛好要碰到台南市議長的選舉 現在時機格外敏感 讓警方奔緊神經 而除此之外 警方也重新說 經過建制人員鑑定 初步懷疑這個 初排除這個洞孔 有火藥式的槍枝射擊 而民進黨的台南市議員蔡玉輝就痛批說 現在的議員人人自圍 誰敢說真話 民主國家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正好是民進黨在十九號晚上九點多開完會 那馬上那個吳通龍議員的工廠就被BB彈 就是來 等於是開設 那這外界現在 因為我們正在選政務議長 那外界的質疑是認為說 這跟政務議長跑不掉 老實說這議員人人自圍 特別我 老實說 我在議員都在 民進黨這個黑津 路渣 八十八 槍案的事情 老實說 我在議員都在議員在議員 搞得我裡面說 我有人的負責 要爭建制器 事實上 我家人跟我說 你敢有需要 還常常在議員說 說這有的嗎 自己危險 你的孩子要怎樣 你的家人要怎樣 你的公司要怎樣 我倒認為 前幾怎麼會這樣 特別吳通龍議員被開槍 外面老實說 我有聽說議員 府議長 選舉 有在簽署了 意圖操縱選舉 意圖叫議員 要搗上 搗上 搗上 多少錢 事實上檢調單位也要多小心喔 不然真的 你說議員 生命都有危險 還是負責危險 他怎麼講真心話 那講真心話被開槍 別說被開槍 被拖去賭手賭腳 那這種民主國家怎麼會變成這樣 持續來掌握台南市檢調 在稍早無預警的搜索台南市 金發局的辦公室 根據了解 可能是跟局長陳凱玲 遭遇員檢舉案件有關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是呢 在搜索的過程 認為 金發局長陳凱玲涉嫌貪污 除了在住家搜索了20萬元的現金 跟牛皮紙袋之外 還有一張工程公司的名片 而局長也被檢警帶回目前的證據當中 好 來看到指揮選舉落幕了一個多月 那麼來看到現在的這個會選的案件 在彰化地檢署接獲 涉會選案件高達了300多件 其中45個當選人捲入了涉案遺雲 而在彰化地檢署距離就職日 只剩下4天有宣布 將對12個人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他們除了提出之外 上次當選人的這個親友 以及團隊有會選的行為 都屬於當選人的共同會選行為 所以今天有特別公佈這12個人當選無效 至於在苗栗地檢署有偵辦 這個會選案包括像是中東井 還有這個陳姓主委跟兩名莊角涉嫌 有現金買票就職日前也爆發此事 姚立縣長當選人中東井大動作 開記者會反擊捲入四合一現金會選案 在就職前五天遭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都認為候選人本人親屬競選團隊等等 所謂的會選行為效力都會急於當選人 苗栗地檢署指控擔任中東井大湖 聯合進總的陳姓主委 向選民會選中東井和律師等人 反控苗栗地檢署根本沒證據 痛斥檢察官忽略當事人證詞 明顯要入人於罪 當選無效之訴提起的時間點敏感 不只立委炮轟司法迫害 苗栗人也對此事議論紛紛 先是新竹 再來苗栗 當選人位子出現動搖危機 加上法界人士推測當選無效之訴 恐怕會依據法官新政 雖然判決結果出爐前 中東井依舊保有縣長職務 但時機點這麼巧也難怪遭質疑 這難道是選舉結束的秋後算賬嗎 記者彭志銘還是信王世函 苗栗採訪報導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